他是法國巴達的政治學教授 然後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做 不管是參與書預算也好 或者是直接民主也好 都可以請他或者他的博士生 或說實生去當他們的顧問 的理論教授 那基本上的這個想法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個是德國 但其實全世界的所謂的成熟民主國家 都差不多 就是如果你去問國民 你去問公民說 你覺得政治家能不能解決 國家面臨未來的挑戰 就是可能只有各為數 所以說大家都不是很相信 政治家可以真的能夠解決 未來的挑戰 但是如果你去問公民說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你會做得比你的政治家好 81%的人說想要參與 60%的人說 我願意就是每天除了投票之外參與 但是你如果去問他們說 那你覺得政治家 會不會讓你們參與呢 覺得 就是不要亂想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 好 那所以其實公民參與 確實是一件難困難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說公務門 他是手上有權利的人 他要首先願意跟大家分享 其實有權利 然後這是政務官 但是在事務官上面呢 事務官也沒有那麼習慣 去跟民間社會合作 所以他們自己也要這個投入 接下來如果他們願意溝通 願意投入的話 公民也要願意參與 以及大家有這樣 我們今天在這邊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所有人想到什麼 就可以開始對話了這樣一個文化 所有這些是絕一不可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子參與的事情 就是因為要讓本來 我們可能每四年或每兩年 或每一年 只能透過手上的一票 來表達很少的意見 而能夠透過正當的程序 表達出更多的意見 然後參與更多的決策 那但是呢 這個正當程序 一切都重要 我想最近我們在台灣 特別能夠非常深刻的 體會這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公民參與 那是只有一小撮公民 用大家都沒有辦法 監督的方法參與的話 那個結果的黑箱是更糟糕的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中間 它的正當程序 必須要擺在非常優位的位置 那另外就是說 即使有所謂的參與 或參與實際計算 並不一定都能夠達成期望 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 所有有實務操作的人要交流 然後像我們今天 就是要跟所有社會各地的人 去解釋說 這樣子的參與 這樣子直接的民主 跟代議式民主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 去使用 有什麼不一樣使用的方式 那在這裡呢 城市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自己的城市 自己只有 另外是要在自己住的地方 能夠切身感受到說 我們聽缺什麼 我看到這條路上 我覺得有什麼可以改變的 然後呢 我剛才也問新中的教授 是說 他說有跟他相反的趨勢 到底是哪些趨勢呢 那他是說 現在很容易就是說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市議會 或甚至是行政院做決定 可是真正做決定呢 都是一些跨國的大公司 或者一些跨國的協約 或者一些跨國的世界銀行 這些組織 他們不太需要經過 就是公民的討論 或者是監督 甚至也沒有投票的程序 他就是逼大家去簽了一些 可能貿易合約 或什麼合約 然後突然之間 大家的命運就改變了 而並沒有經過任何程序 所以 雖然現在每個主權國家 都可能在講地方 尊全資產公民參與 可是在同時有另外一個暗流 正在進行當中 這樣可以理解 那有各種各樣子不同的 我們所參與的程序 那今天很多可能關心的參與 是預算 就是在自願參加的公民的這邊 那之前我們所謂的 就是社區營造 民間組織參與 NGO 大家可能比較習慣的是這邊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別的方法 就是像在冰島 他們制限的時候 是用抽籤的方式 是用一小部分 看起來就是跟人口 是有相等比例的公民 或者甚至是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也許每一個人都可以上網 進行公投 或者是像在台灣 如果公投民館下修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決定更多的事情 所有的這些都叫做 有廣義的公民參與 OK嗎 好 那就繼續 我想就是 這裡 比較重要的是說 這個 公民參與的這個想法 並不是一蹴可及的 在2000年初期 全世界這種 對抗全球化的這些朋友 還沒有那麼多之前 那當然一部分也是 因為在2000年初期左右 就是我們說 社交媒體 就是網路的聯繫 像Facebook這些 或Tether這些 還沒有那麼的發達 雖然比較是 他們就是自己的 會做抗議 自己會做 去做促進的一些想法 可是比較沒有在 在國際之間去組合起來 但是到了就是 2000年初 大概就開始形成一套 對剛剛所講的那個 反浪潮的一個批判 然後有這個批判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有 在特定地區 像是巴西 巴西教授 巴英明 那些時候 就是森林教授 可能會跑得到一些例子 就是會開始說 好 那我們就有辦法 有組織的去抵抗 這樣子的浪潮 然後自己來決定 自己的命運 所以到了現在 就是這些 包含結合了占領運動 等等的這些 不同的在街上的 以及進入這個 公共同盟合作的朋友們 是都能夠串聯起來 然後開始執行 比較大規模的計畫 好像說全市的參與式預算 或者這一類的參與式的計畫 那但是呢 以上是比較是一些 現實的想法 在概念上 其實大家只要看 這張圖就可以比較了解 就是說 舊的形式的 所謂的代議式的參與 它其實是 當選的政治家 跟事務官們 中間才有橫向的溝通 大部分的所謂的公民 是個別個別的 是從上而下的 知道說 接下來要建設什麼 接下來要開發什麼 接下來要怎麼樣 但是當我們在說 參與的時候 我們的意思是 不但是這邊變成雙向的溝通 而且公民跟公民之間 也開始有新的方式去組織起來 然後去對話 然後去把本來可能 免費小小的議題 或者是concern 把它結合成一個比較大的行動 然後能夠進入 把它轉移給這些公民 或政治家的指導 然後就能夠真正地去影響政策 所以這是參與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那這裡呢 是在舉一個巴西的旅港的一個例子 那我知道就是之前在這邊 就是萬老師有討論過旅港的例子 那他們是所謂的一個典範是因為 他們是把越來越多的 就是市政府的預算 的開發預算 可能從5%到010%到20%到30%到40% 都交給各區的區民自己去決定 也就是說從某個程度來看 他們真的就是自己繳的稅 是自己決定要怎樣去分補 那在這個中間 有些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民主制度 本身民主化的這個重點 就是說再也不是投票 或者是聽競選演說 或是之類的 而是像台中現在正在開始 嘗試著進行的 就是把大家覺得重要的事情列出來 然後大家每個人列出來的時候 是像就是講證件一樣 去說為什麼這是好主意 值得大家把大家 腳去花在這件事情上面 等等等等 那在旅港有蠻成功的達成 一部分這些目標 那他們本來一些區域裡面 比較沒有組織的 比較沒有NGO的 比較沒有公民意識的 也因為這個制度的關係 開始慢慢開始比較有組織 開始慢慢比較有公民意識的出現 那在這裡講的是說 其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現在都要講全城 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裡面 其實他們也有少數的地區 像溫嶺它是有類似的 他們叫做協商民主 可是這跟漁港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為什麼司法門教授認為 他神經品質不良呢 其實昨天沒有講 所以你會告訴我們 為何你認為 那些評論是正確的 評論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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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論 評論是正確的 有些太多的文明在阶上 在用作文明的程度上 就是在其他一些文明的文明 就是怎么样安排 所谓的发言权这件事情 这些文明模式呢 它之所以并不成功 因为之前并没有想清楚 就是怎么样安排 所谓的发言权这件事情 所以很自然的 有些人會講比較多話 然後有些人就涉疏在一旁 大家都看過一般社區委員會 或什麼都會發生這樣的現象 所以某些人就把發言權壟斷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初步的情形 很簡單地聽著 太多人在這裏 這邊是說要特地避免好學生 就是霸佔這個展開 所以必須要參與式的話 真的是所有人都要參與 OK 非常非常謝謝 我唯唸翻譯你們也學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另外一個想要問教授的就是說 他認為就是所謂的英國模式 是在所謂社區營造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每個人可能就是只管自己旁邊的社區 比較少去討論到全文根 或者是全不同式的這個想法 所以這個模式它有沒有可能延伸到全英國呢 在所謂的有限的父權 他們這個神音的模式底下 或是什麼東西讓它其實蠻好的神音品質 沒有辦法擴大呢 這個也是我想要請問 就是神門的教授 所以關於社區的社區 提前提到一些公平的公平 還有一些公平的公平的公平 還有其他公平的公平 還有其他公平的公平 我們可以提出 這些公平的公平的公平 也沒有多大部分 也沒有多大部分 可以說話嗎 英國模式的這個問題是說 一開始的議題的設定就太狹隘 所以變成說大家所能討論的 其實都是一些社區性的知偽末節的議題 真正重要的議題反而被掩飾掉了 或者說被遺忘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可以看到是說 有一些在議題設定的時候 就要想的事情 就是說如果讓大家都很去關心自己 零力成績的小事的話 慢慢的可能他們的操作者 會沒有辦法去想像說 那全國性的事情要怎麼樣去生意 或怎麼樣去操作 可是如果你想要一下子就跳到那個程度 而沒有很好的討論的機制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說 誰能夠把麥克風壓最久 就變得最大聲 所以就在這兩個中間要找一個評論 是蠻困難的 那當我們講到蔡英師預算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看到各種各樣會談的方式 那當然只是舉可能比較極端的三個例子 那在福祉港上面還有很多就是別的國家的例子 就是可以在線上再去參考 那再重點就是說 這個參與的趨勢是非常具有民主特色的未來的情況 但是這個是發生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裡面 所以也有一些別的情況會發生 那因為在十八世紀末的時候 就是革命建立了時代一政府 為什麼後來開始有 好比像說福利國 好比像說公權民公投 好比像說這些新的民主制度的發展 是因應著就是當代的大的資本化 資本的集中化 可能貧富差距的拉大 等等的新的社會現象 以及新的社會的組織方法 所以會出現很多很多新的民主的制度 那所以到現在 當我們在面臨到就是全球化的一些挑戰 待會會講這些挑戰的時候 孫中文教授認為說 全世界都在發展新的方法 來因應這種就是因為全球化而來的挑戰 那所以所有的這些挑戰 他覺得其實是雖然可以獨立分析 但是在現在是影響全世界 而且影響全世界的程度都是很劇烈的 最多變是說他認為 全世界所有在座參與的人 應該要互相討論 說我在這個地方怎麼樣 針對這個問題做出參與師的處理 那這樣子全世界其他地方 好像從拉丁美洲出現的 女黨出現的參與師預算 就傳到了歐洲 從歐洲又傳到了亞洲的其他地方 然後現在反而在亞洲 太陽同國的發展等等 就是會有一個國際性的網路 那在這裡面呢 除了大家都比較熟悉的 就是金融資本主流大群的問題之外 還有就是全球的切後的變遷的危機 以及目前很多個地方 都在使用一種就是 造成氣候危機的方式來發展環境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說 整個國族國家的 現任組織在下降 我們最早有看到一個提表 就是說即使是那些 所謂的老老的民主國家 他們的公民都越來越覺得說 政治家能做得很有限 不如交給公民來吧 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網際網路的 發展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網路上面組織起來 那個效率很多時候真的是比公務門高的 我們做的事情可能不到公務門的千分之一吧 現在 但是在能夠實際做事的時候 那個能量是非常的強的 那最後還有就是說 在西歐這些就是古老的民主國家裡面 所有的最大的50個群眾型的政黨就是大黨 他們的黨員人數在最近都下滑了至少一半 意思就是說 越來越少人相信 兩大黨或者三大黨的 那樣子的一個政黨模式 越來越多人相信說 不管是就是多個小黨 或者甚至是已經後黨派了 的這樣子的一種參與的模式 是可行的 而且甚至是比較好的 那最後一張簡報就是 孫雲文他提出三種可能實際的情境 就是在因應目前剛剛講的那些危機 舊式的代議是民主 這種四年一任或幾年一任的 這種代表性的議會等等等等 他的反應的速度 他反應的張力 他的貪性 往往已經沒有辦法回應這些情境 所以就有可能有幾個情況出現 一個情況是說 我們就讓一些大的跨國公司 好比像說我就不一一點名了啦 但是就是有一些大的跨國公司 他可以可能蓋過當地的法律 因為他可以透過國際協約的方式 逼迫特地的國家去簽署 符合他們的利益的法律 所以這叫做後民主時代 就是說看起來還是有投票啊 看起來還是有改選啊 看起來還是有不同的市長啊 不同的總統啊 可是都沒有差別了 因為他們都被逼著要 就是答應一些跨國企業 或者一些跨國組織的要求 這是所謂的後民主 那如果就是主權國家 想要抗拒這個東西 他們常常有一個做法 就是說那就有一個強人出來 說那我來抗拒所有這一切東西 然後所有人都聽回了 可是這樣子其實是一種 專制主義的一種負貧 就是說雖然他也許看起來 比較有效率 那比較這個是強國的風格 但是呢 就是說雖然看起來也許很強大 但是他那個強大後面有一種強制性 就是每個人他的發言權 每個人他能夠被照顧到的權利 對弱勢的參與 對環境的參與等等 往往在這些裡面是被犧牲掉的 那今天我們的教授認為說 最不可能的 最好的一個解決方式 是我們把民主制度 把它稍微拆解一下 讓有各種各樣子的方式都可以參與 你可以透過參與預算來參與 你可以透過直接民主和公投來參與 你可以透過還是本來那個投票制度來參與 讓他們來彼此補強 然後讓我們看到適合的一個情境的時候 就挑出適合那個情境的處理方法 那他覺得這是最好的情況 就是按照議題的不同 有多種民主正當性的 實際的操作模式 然後把它們把它結合起來 這樣子 所以這是他的一個簡報 那我不知道說 司藤苗,你有什麼想要提到 還是問觀眾 什麼 你想想想想 whether 你想想想想想想要 一台 可以 然後 P 斌 斞 we hav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now as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hows the experiment and innovation does not come anymore only from Wester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Asia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and this is also why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e there I know that I knew that young people in Taiwan were very active but to do this to get this easy way I'm very excited for you Sung Tengel教授他說 雖然有一些政客 有一些人士 特定人士會宣傳出來 維持現狀 維持現狀 但是相信法國的民眾 跟台灣的民眾都一樣 全世界的公民們都知道 其實目前的 我們所遇到的品品維持現狀 是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創新 必須要改變 那才有可能找到出路 不過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說 在過去我們會以為 或許創新啊 或許民主啊 制度這些都是北美啊 歐洲國家所發明的 或許這個新的理念 也應該是由那邊出現 但是在全球化的世界 民主的創新 像是參與式的預算 這樣的概念 就不一定是來自北美 或者歐洲了 那實際上參與式預算 是從巴西出現的 那麼所以他也說 他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榮幸 今天有機會來到台灣學習 那也很希望聽到大家的意見 因為或許 對於未來的一個偉大的民主的創新 就會來自亞洲 那大家也知道 亞洲的這個民主發展 在對於未來世間 會是非常重要 謝謝 我問問 可能這不是問題 可能是問題 那你現在可以回答 但是 幾十年前 在美國 馬丁路德經 他曾經有一天 非常著名的人講 叫做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 那麼他身中 那教授我想要問各位 那請大家就是 好好的思考 不一定要馬上回答 就是說 我們身為台灣人 我們有什麼樣的夢想 我們身為亞洲人 身為地球人 我們所願景的 所憧憬的未來地球 未來台灣 或是什麼樣子 那謝謝大家 然後 我們最後會有一個 至少半小時 據說可以延伸到一小時的 問答時間 OK 所以我就直接進入 Julian Antonini 他的檢報 那他是 巴黎副市長市的主任 而且他是主要在負責 巴黎的三件事情 就是 參與式運算 就是青年的參與 以及開放資料 以及開放文化 那所有的這些都是 就是他的主管 業務範圍 那 然後他覺得 他做這個工作 非常的自豪 就是說 不但他很自豪 而且跟他在一起做的公務員 都因為做了這些參與式的事情 然後 實際見面 然後讓市民朋友們接觸到說 我們真的是有在做的事 而且我們真的是很專業 而且聽大家的聲音 變成決策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東西都增進了 他的團隊的性質感 這樣子講 所以他接下來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巴黎實際上 他們在參與式上面 用了哪些方式做 那裡面參與式算是其中一部分 可是更重要的是 很多別的直接接觸到的部分 那有一些是屬於大家可以在維基版科上面查得到的 那這樣子我就用比較少的篇幅來介紹 就是說巴黎市是一個其實是一個很新的市 在1975年以前 巴黎市是所謂的首都 他是沒有市的這個概念 為什麼呢 因為巴黎人熱衷於領導革命 常常去比他一個市長 那個市長就很想革命 所以就地急共和地急共和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巴黎人這個非常喜歡革命 對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非常喜歡革命的巴黎人 到最後這個終於1975年以後 有一個自己的行政區了 好 那在1975年年底的時候 他們終於有了一個市長 有了一個市議會 然後有了市政官員 然後以及把全市分成20個區 然後終於每個區又開始自治 從82年開始 每個區有自己的區議會 也就是說他會把它下放到區區 那每個區的區長的黨派或他理念 可能跟他市長不一樣 他還是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這樣子 然後巴黎市的基本資料是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查到 我們就下一張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 這個市長不是市民直選的 他是市民選出議員 然後市長跟議員拉票 然後議員再選出市長來 所以就不會出現這個市長不進市議會的狀況 所以也是間接的 所以也沒有區長不進區議會的問題 OK OK 好 那所以就是說 所以這裡其實他們的講法是叫做低區市長 就是13區市長 14區市長 它有一個巴黎市裡面 很多20個小的市的這種想法這樣子 好 那巴黎的總的那個大的市議會是 就是有議員 然後也是有年年十四會 跟一般的市議會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然後這是一位其實才剛就是上任大概一年多的一位市長 然後呢這位市長他很有趣 就是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的口號就是擴大參與 就是參與是預算就是協同生活 就是讓汽車禮開巴黎市市長 就是說 這是一個比較環境跟人權跟參與友善的一個市長 所以他一上任之後就著手去進行這樣子的改革 這樣子 那巴黎市政府是一個很大的提供 還有二十個局處有五萬五千人 那巴黎市政府在做參與是預算以前 再來就有一些方式來跟這些市民溝通 舉例來說有一百二十二個區委會 就是社區發展委員會 那每一個社區他只要覺得說 會有一些事項想要跟市長講 他就可以做建議書 市長如果要做開發案的時候 也必須要跟就是 就是社區委員的市長或市區委員會 親自去或者是到副市長去跟他們溝通 那同樣的每個委員會都有他們的資金 然後他們也可以提出 在巴黎市參與區預算局 這個概念出現之後 他們可以作為社區委員 來直接提出 我覺得我這個社區需要怎麼樣子的開發案子 所以這是本來就已經存在了一個 那這邊有很多他們就是說 好那我們就用我們自己手上這筆 沒有很大的錢去做這些事情吧 但當他們需要一筆很大的錢的時候 他們也是可以提案一個市府 然後市府就要花很多錢幫忙把人生交 從這麼寬拓展到這麼寬之類的 所以說他們有一些實際影響 他們的不管是地區市長 還是整個市長的權利 那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解釋 今天就是奧彭麟主任 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他們的巴黎青年議會 巴黎青年議會 它存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他們的重點是說 你只要在巴黎生活 或者是你跑到巴黎去在那邊留學 或者是在那邊工作 甚至只是去那邊拜訪星期 你只要在那邊住得夠久 你在那邊住兩年 你在這兩年就可以當他們的 去參加他們的青年委員會 那這個青年委員的平均年齡 才只有23歲 然後其中179和巴黎21和其他地區 那上次呢 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位候選人呢 本來其實並沒有那麼熱烈的 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新的市長 讓青年人很願意來參與 然後也覺得說他們的聲音真的會被聽到 所以他們到最後只好用籌籤的方式 抽出一百個人來 來擔任這個 那這裡的重點是說 他們都可以去參加各個局處的會議 說明會 然後待會兒他們自己去討論去審議 然後他們的建議書變成是 議會必須要討論的 所以就有很多PYC的議員 所謂的這個委員 提出來的案子就變成了巴黎21案子 好比像是減少污染 鼓勵使用自行車 或者是這個對高風險社區 著手發展等等 對於PYC 市長的市場 有10個個案, 每個個案, 他們都在做一個案件。 請問接下來, 會不會有一個案件嗎? 先回答一下問題 這個八里青年會議 他們一年會會面十次 然後每一次都會針對一條重要的答應進行討論 所以他們的決議也會有這個八里次的議會 再進一步的去把他命運化變成一條法律 所以其實實際上是有後果的有成果出來 如果每一個地方都會提供出大交代表 他們的主要參與在參與 其他這條法會召開 每一條法會議 而我要在參與 兩條法會議 還有還有新成把問題 邊應在參與 也有同一個提供的考慮 opa装人家社會要導致 那奉年 兩院 罹路 醫生 階通話 我們說 真理 和 使用 拍子 患於 逐圖 可以 想 通訓 스타 我們講 要幫助年輕人走從父母、父母、父母 到外國的同時代 9月他想起下一個青年議會的會期 也正好是一年當中的最後一次 正好他們可以宣布一年的會期結束 然後他們會把他們一年下來的成果做成一個報告 然後到巴黎市的議會去做Present 除了做這樣的一個回顧 然後一個綜合的報告之外 他們也會提出他們希望明年的一期 有哪些重要的事項必須要去討論 那麼明年目前定下來的是如何讓年輕人 就是步入成年獲得自主獨立 那不管是在居住 不管是在工作 不管是在社會福利 健康等等 都是與青年切身的一些議題 我想請問一下這邊所謂的什麼高峰社區 這邊的高峰社區指的是巴黎的怎樣的狀況 可以說什麼中文化的一年來嗎 關鍵的密度 關鍵的密度 了解說到俄羅斯的地區 關鍵的密度 關鍵的密度 是說廉門 有些人想要學習的日子 这是北京大学是否在北京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秘密的词 在我们说的严官大学 暂时在其中一个关系的关系 而是地区调区别的gua移码 太强调区就要收出这个关系 這些這些事用作應的融合 所以這些資格是有多危險的人 因為他們要很多的群折出 這些計劃性色的改正就在下個地方 這些人比較建築的稱 更有承受這個負 obed 及其他产病的地位 Gooding 更有幅ed力 美元金融赏 卡 而产刚 众产的物理 可以利益 或载确 让商场 stands 自后 加上士务部 Hist。 кр.下有多少個月 doświad保留住 。 我們會有幾個月份是建立的資料 您所趕在關注的包裹這麼多個月。 的經驗部裏法的大小小小小小在 使這些負面有幾個月, 在 Su�清治的資料 也亦有另外的資料 提供這些負面 給出賣了一個公式委託的 在法律的法律和法律的法律 是在法律中央政府的法律中央政府 依据各种统计 不管是失业率的统计 或者说当地的民众受教育的程度 或者说当地的居住的环境 都市更新的年代等等 然后他们去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统计调查 来列出哪些地区其实是高风险的 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在过去也往往是 公共服务比较缺少的一些区域 那么因为过去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们列出来了这些地区之后 然后决定反过来作为优先 投注公共资源的一些地区 那不管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各地的地方政府 都会优先试着改善这些地区的 这个教育环境啊 技术环境啊 然后工作机会等等 那就是这就是高风险的这些地区 如果说青年因为他开会的时候 他决定的项目比较多的时候 我想请问说巴黎市任务到底是如何去取省 还说我这件案子要做 我这件案子不要做 他做完的时候他们的政府还是说民间 是不是有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检查说 OK我这件政策做成了做得几成也没有成功 我要如何招告天下说跟这些人讲说 我做了成功了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他们的那个什么讲 今年议会的政策还是要进入他们的市议会 请问如果这两者的开始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请问他们如何去解决的 谢谢 请问我主考量它的标记 请问是有 Mo Nintendo Ce mark是效果的 如何被制作用与这些人的研究 第三个回头 第三个回答案 在例如计划这回答案 就是在中间中间的知识 和那些政策的政治 不是在中间的讨论 就是在中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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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讨论 对于法律的讨论 你人人的讨论 是非常尴尬的讨论 你也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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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riquement,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est une instance qui était totalement déconnectée du Conseil de Paris, du Conseil des îles. Dans chaque arrondissement, il y avait un Conseil de la Jeunesse et quelques membres de chacun des conseils venaient au Conseil Parisien, du Conseil central de la Jeunesse. Et ils discutaient de sujets et à la fin, ils donnaient des recommandations sur un sujet. Ils choisissaient une thématique de l'année et à la fin, ils proposaient des projets. Ils n'avaient aucune capacité, aucun pouvoir de décision. Ils ne pouvaient, ils ne pouvaient pas voter et encrocher des financements en arrière. Mais néanmoins, ce Conseil était totalement déconnecté de l'agenda politique. En 2014, avec l'arrivée de Valéa de Paris et de son équipe, il était décidé de modifier cela parce que les jeunes n'étaient plus intéressés par ce Conseil qui était finalement sans conséquence. Donc les jeunes aujourd'hui qui font partie du Conseil, qui sont inclus dans l'agenda politique et dont on ne leur demande pas de travailler sur des projets autonomes qui choisissent eux-mêmes et qui financeraient sur un budget dédié. Là, il n'y a pas de budget pour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En revanche, on leur demande de travailler avec nous sur nos sujets. Donc quand le Conseil de Paris, par exemple, vote le contrat de ville qui est le contrat évoqué par monsieur pour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avant de rédiger la version définitive de ce contrat et de la loi, on va travailler avec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va rencontrer les personnels de l'administration pour déjà se former sur le sujet parce que tout le monde ne connaît pas tous les sujets, c'est bien normal, se former, s'informer et ensuite commencer à réfléchir. Une fois que cette réflexion est faite, ils vont rencontrer l'adjoint au maire qui est en charge du dossier et ils vont avoir une discussion avec l'adjoint au maire pour comprendre la démarche politique qui a été souhaitée par l'élu et évoquer quelques sujets, poser quelques questions. Suite à cette rencontre, les jeunes parisiens vont rédiger un avis donc c'est vraiment un avis, c'est pas une loi, c'est pas une délibération, c'est un avis qu'ils rédigent et ensuite ce sont les élus qui se saisissent de cet avis. En l'occurrence, depuis qu'on a instauré cette méthode de travail avec le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les avis du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sont suivis, ils sont recris. Et donc les jeunes ont fait modifier des délibérations, des lois votées par le Conseil de Paris. Donc aujourd'hui, il y a le pouvoir, il n'est pas d'inventer des projets mais surdancés, mais véritablement de participer à la politique municipale. Alors la question du conflit, jamais il pourrait développer un projet qui serait entaméniste ou orthogonal avec la politique municipale. C'est-à-dire qu'on les inclut dans notre argent. Après, si jamais les élus qui sont quand même 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décident de ne pas suivre les recommandations du Conseil parisien de la jeunesse, ils auront le droit. Aujourd'hui, en l'état actuel de la démocratie européen à Paris, ce sont les élus qui décident de filer. mais honnêtement, pour l'instant, les conseils parisiennes de la jeunesse, ils m'aient des élus qui sont véritablement constructifs et largement repris dans les délibérations. Alors, pour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c'est une question assez rapide. La順序 n'est pas très bien. Je voudrais revenir ici, par exemple, parisiennes de la jeunesse, parisiennes du pays parisiennes du pays à la suite, parisiennes du pays et en l'étude, ils ne sont pas très très importants de l'accueil. Dans l'étude, ils ont des études les études de la question. Et ils ont dû travailler parisiennes du pays à l'étude. Ils ont dû les savoir 我們今年要討論什麼 我們要就哪一個部分進行調查等等 可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雖然非常自由 可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是說 兩者之間沒有任何的佩服 然後每一年青年議會 最後就會做一個報告 告訴市民代表 民意代表我們 我們今年研究了哪一個議題 然後我們認為怎麼樣 可是因為兩者之間其實沒有任何的 就是先前的溝通 所以往往聽過就算了 那就沒有任何的後果 那麼自從2014年 新的巴黎市長上任之後 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過去的這種做法 並不是非常的有用 所以他決定改變現狀 他們決定就是說 青年議會所討論的議題 就會是跟市民代表 市議員所討論的是一樣的 同樣的法案 同樣的草案 然後比如說這個月 市議會必須要通過什麼樣的法案 新年議會就會去討論 新年議會就會去討論同樣的法案 然後在討論的過程中 當然有三個階段 首先他們會去跟執行的單位 市政府的團隊 將會負責這個法案的執行的單位 去進行實地的接觸 然後討論 了解這個議題 因為大家不可能 什麼東西都懂 什麼東西都會 所以先留這個階段 再來是他們已經有了一定的認知之後 他們自己討論完 然後會跟巴黎的副市長 進行深入第二階段的溝通 然後問執政團隊 市府團隊 為什麼要推動這樣的法案 背後的動機 然後裡面是什麼 然後或許也提出一些建議 那第二個階段的討論 跟這個副市長的討論結束之後 第三階段 這個新年議會就會 這個起草 這個擬定一個意見書 就是針對這條法案 這個新年議會的意見是怎麼樣 我們認為應不應該通過 然後通過的條件是什麼 然後內容是什麼 然後呢 這個意見是在呈交給 這個就是正式的市議會 那再由市議員 來表決這個通過正式的法案 到底是怎麼樣 那麼截至目前為止 2014年以後呢 進行這樣的流程之後呢 就是市議會幾乎都採納了 青年議會的意見書 所以可以說這個達成率是非常高啊 然後青年議會也確實達到影響 這個市政然後法律的目的 那剛才提到潛在的就是 如果說議會跟青年議會有不同意的時候 怎麼辦 那剛才所說的就是說 截至目前為止沒有 但是當然這是可能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 很簡單就是 畢竟在目前的這個 代議是民主的框架下 還是最終還是由這個 選舉選出來的人來做決定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可能這個市議會就不會採納 青年議會的意見書 那大概就跟這樣 那 那所以 不過目前為止都還沒有發行過 雖然有點像那個 上議院下議院很有感覺 但是 就是說其實青年議會 它形成了共識之後 其實民選的代表也很難去馬上否認那個共識 所以就是說幾乎他們的每個建議案都會跟他有打安理 接下來 因為我們已經壓縮到佳華的時間 所以我們 就是等最後Q&A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討論 不好意思 對不起 因為後面還有不少簡報 對 那所以我接下來就是 因為壓縮到了一點時間 所以我就可能花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把就是他的後面的簡報 稍微討論一下 這邊其實它另外一個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今年才剛啟動的一個叫做 我願意的網站 但是這個上面呢 並不是求婚網站 還是說去推廣那個全市的那個NGO 去說 我現在需要怎麼樣的職工 我需要怎麼樣的幫手 然後你只要在手機上面安裝這個APP 或者到你的網站上 你經過那個地方 就會跳出說 這邊正在徵職工嗎 你要不要這個畫一個下文 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非常有趣 就是說 單純只在兩個星期裡面 就有一個大堆人登入 然後就有組織登入他們的任務 然後就挖坑給這些市民票 一走過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這樣子 對 但是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設計 然後也是它很最好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他們有像Widdle People 就是你只要在網路上面連數到五千人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你就會叫了這個 就是市議會揣工 就是說他們不能把這個納入一程 然後不能呼吸回應大家的Potation 那然後另外這位市長呢 他在他的新證明中 也有一個是設立所謂的公民廣場 也就是說一些公共空間 不再是由公家機關來維護 而是完全交給當地的NGO 或者甚至是公民組織 他們自己來去決定這個空間 他的使用方式 所以他們就可以在上面 辦非常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在這邊去揪團 去做各種各樣子的 就是服務的支援的工作 所以因為開始制定了這樣的政策 而且提供了這樣的空間 目前已經倍增了 然後已經多了各種各樣子 可以給大家看 然後再接下來呢 其實希望能夠再把它加倍 再加倍這樣子 我們知道指數形成這樣 是很厲害的 對 希望四年之後 真的可以達到六十四倍 好 所以就是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是參與師預算 今天其實下午在這邊 跟昨天在台北 都淘了相當多參與師預算的事情 所以就是在逐字表上面有連結 大家可以就是去看細節的部分 那在這裡我想最重要的仍然是說 他們特別把一些地點標記 為資源地點 就是讓那些比較沒有辦法 上網參加參與師預算的 可能比較少上網 或時間比較少的人 他還是可以去這個地點 然後就會有公務員在那邊等他們 然後去解釋說現在那些提案 聽他們的提案 幫他們每一口去認識現在的提案人 等等等等 所以在這些人 抽到足夠多的時候 他們就成團 成團之後就可以跟副市長見面 然後去討論說 我們這些公民 雖然可能並不是在 在這附庫推特上面組織 但是也是可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變成是 他們參與師預算裡面的提案 然後也有連對的解說跟交易 那當然 所以他們的提案必須要符合 基金公共利益成事的心理 而且不能違反物理評語 這個可能滿重要的 這些東西 都是他們的市政團隊裡面 選出了所謂的三百壯師 就是這三百位公務員 專門就是審這五千個案子的可行性 然後就包含各平門的專家 各局處的專家 所以這也是第一次讓 就是整個公民社會 這五千個提案人 跟他們的團隊看到說 誒市府這三百個人 真的是 真是有練過的 真的是有在做事的這樣子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他們評估完之後發現說 對不起你違反了物理評語 那他們必須要寫一個很長的報告書 給這個提案人說 為什麼 而且這個必須要公開公佈在他們的網站上 讓所有的社群來檢驗說 對這真的是不可惜 所以他們才把它撥回掉 會加入投票 那如果能夠納入投票的話 他們就會幫忙提供一個套件 就是說呢 這個 它有一個產生器 就是你要把它的那個人民 一個那個地區填上去 它就會產生出一個二十一區 自己的二十一區 自己就 的那個傳單 然後 所以它有送往一個傳單 你就要填台灣進去 有自己的台灣自己 很厲害的 所以就是有那個活動套件 你可以套模板 就是這個 你看 my project for 台灣 然後 然後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就很紅 那在網路上面 就是變得非常有傳染式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除了他們變在網路上投票之外 他們也會有一個活動式的票箱 而且在投票的時候呢 就是在所有的這些公民聚會的地點 轉過來的 那這邊是些很厲害的數字 但是因為維基百科上面都有 所以我就不念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NGO有提携 可是很多也是公民自己用 剛剛講這種媒合的方式出現的 然後呢 就是關於生活的這個部分 每一個需要自己的 然後把你有自己的大的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說 所有他們這個中間的過程 包含開會的紀錄 包含這個方法 SOP 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用開放的方式 用透明的方式 揭露在他們的網站上面 給全市的人知道 而且在舉辦聚會的時候呢 也會用這些東西當作作證 去說 欸不到我說這個東西很可行 是因為巴黎車油量多少的時候 它是因為怎麼樣的關係 它去量測到的等等等等 那這個呢 有一部分要調整他們的作業程序 就是當他們在產生資料的時候 不是只給長官看 而是同時要給整個公民社會看 所以他們也有做一些程序上的調整 那這個是一個叫做 資料授權的條款 這個條款的意思 那其實就是說 當我把這個資料釋出去 給公民社會任意使用的時候 你可以做非常利用 你可以做商業利用 沒有關係 可是你利用出來的那個改作用 相同的方式分享 這個就是像維基百科那樣的 你可以去改維基百科上的文章 你可以下載下來做作業或怎麼樣 但你如果改了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存回維基百科 可是你必須同意說 後來的人也都可以用你寫的這些字 那是這樣子一種精神 所以雖然這樣子可以避免資料私有化 但是就會有一些資料服務的產業 因此就會出現 拿這些資料去做分析 然後去做給市民提供服務 但很有趣的是 就是這12萬字下載裡面 第一批是市政府的公務員 以前這個局跟那個局調不到資料 現在就不用調資料了 你只要去下載他們放上去的資料就好 所以本來彼此之間沒有溝通的那個局處單位 現在突然之間就可以指著這份資料 說這個你之前都是多少買的 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們之前沒有很想跟我這個狀況 因為開放資料而成功的解決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真正有出現新的服務面前是資料自覺化 這可能我們QA少許來討論 然後當然目前這個仍然不是他們 真正的這個作業的一個習慣 他們還是要有一份就是可能內部流程的檔案 然後再存一份出去到外部的開放資料平台 那他的理想當然是希望說 你之後越來越多的程序 直接是在開放的這個平台上面 去完成讓他看到市政的這個程序 那這個呢是他們努力的方向 並不是說他一當選一年之後就可以完成 這也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那最後當然不能免俗的 最常下載的資料其實是最常見取名字 可能就是不要撞菜市場名的時候 你可以參考一下 道路跟地下停車場跟地圖 無線網路熱點等等 我想大家都是覺得 這些是一些很有用的資料 好 那因為我們已經壓縮了亞華時間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直接請聊 好 那你可以確認一下現場 還有人繼續打 不打也沒有關係啦 就是可以配上又有 後面高中公民老師在打喔 然後大家我有一個心靈準備 因為我只有30分鐘 所以我不打算講完它 因為它有100張 就是我沒有想要打算講完 然後我怎麼說明一下 其實我大概也是從 跟大家差不多20歲左右 21 22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欸對 這樣10幾年你這樣就知道 就是做了10年 開始接觸公民參與審議民主 所以我覺得我已經是一個 從上女變阿神的一個操作者的 反省跟觀察 好 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先看過前 昨天的演講 昨天有一位外運者老師說 其實不管是參與 是運算 或者是大家可以看 未來的審議民主 或是公民參與的推動 到底誰在扮演擴散觀念 這樣的行動者 是很重要的 那他有提到說 有三個他自己的分類 第一個他自己跳升 他說他是具有 審議民主的選者 或者第三個 前朝或現任施政者 好 這是他認為 他目前觀察 有在推動參與式運算 或者所謂審議民主的人 在有這三種分類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我其實開始接觸審議民主 是因為這群學者 那時候他們多在 台大社會學系 跟事先習慣 所以大家看到有一些同學 未來要到京城 去念政治學 或是公平的話 如果你們想要接觸 政府的委託計畫 或研究計畫 或許未來會有 而他們的圖子圖身 現在也擴散到 北大社會學系 跟寂南大學 OK 那第二個呢 其實我要在這一個地方 研究所 因為我在跟著老師們 委託計畫 政府委託的一些計畫 我等一下會談 我就覺得有一些問題 那沒想到 我就被 台大令在一個戲所說 這是一個保房所 那一次我就在這個保房所裡面 公共行政 好 那這是這一個部分 那第三個呢 如果你看到所謂 具有左翼設台的學者 或是動者 大概可以在 這兩個戲所看到 所以你們可以各自跳坑 就是未來的 推動者路徑 你可以看到可能的路徑 但是呢 我用一個時間軸來拉 這就是年二年開始 他所謂的B 有學者開始參與了計畫 然後到了14年呢 其實這個B分成兩塊 有一塊其實是主要社會學信 然後另外一塊其實公行政治 他其實跟C 其實我用顏色標出來了 大家都看得出來嘛 就是他其實跟C 其實是有連動的 這兩個可能是審議民主的路徑 可是這兩塊其實主要是做政治學 跟公共行政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02到14大概就是這一波審議民主 即便是政黨輪替 政府中央的委託計畫 相對沒有那麼多 可是還是有 但是為什麼我又標了2014 326到427呢 其實326是在318 324之後 在那時候318一系列的佔領運動 不好意思我不喜歡說太陽話 就是在那個立馬院的兩側的路 比如說濟南還有青島東路 都有一些街頭審議的畫面跟經驗 我等一下也會秀給大家看 在這一波呢 這些人有聚集在一起 可是為什麼上面那種緣的顏色呢 來聽我說來喔 大家有沒有看到 11月29號是什麼日子 那6月 有沒有人還知道2015 6月16號是什麼日子 上任 誰上任 不是就職 是修憲委員會的最後一天 所以我們現在任何一堂 修憲人都沒有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我把這些時間畫出來呢 到現在 到現在 就有一條灰色的 其實你就會看到這幾條線 他陸續有在行動 然後這個紫色的 其實我覺得標故事還有存在 就是大家都很希望社區大學跳下來 可是社區大學載負責很多人的期望 所以呢 可是台商有社區大學嗎 沒有 好 那因為像我跟陸主就不要亂說話 所以可是社區大學也有在參與其中 那另外呢 咖啡色這個其實是 從326開始有公民團體也跳路 做審議民主的相關參與 這一波大概就是憲改 可是6月16號之後 憲改團體會不會持續走草根論壇持續的審議 這會有一個他們策略欲重策略的選擇 那這一條是什麼 這是我不知道有些玩真玩假 真真假假 就是開始九合一選舉之後 有很多政治人物 然後市政府跳出來說 要做參與市議賽 要做開放政府 好大概這是一張圖 那這是從2002到現在 不過裡面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喔 看照片 2002到2012辦了那麼多場 辦了那麼多場審議民主的會議喔 有沒有人大聲猜 影響政策有幾場 三場 沒有那麼悲哀 沒有只有 有幾場 三場 差不多 差不多三到五場 差不多三到五場 但因為今天不是專門回顧舊歷史 細節我就不太講 可是那三到五場很特別有 兩三場都在羅東 都在宜蘭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那可以成功 其實是在地的民間團體的能量 如果這邊有宜蘭的朋友 或是即將到宜蘭 你們大概都有聽過養山基金會 有可能聽過宜蘭社大 又到羅東社大去 民間團體其實是一個很強的 backround在背後之處 好 那這是那一波 你看其實台灣喔 我覺得 我不知道巴黎或其他事 是有沒有辦了上百場的公民審議 不管是要公民會議或是等等 不過很麻煩的是 後來環保署跟一些局處 很喜歡辦十間咖啡館 如果放上去 可能又有一頁PP 但是因為那我來講 咖啡館要放上去 真的是會讓我的PPT不開心 所以我就大好 你知道我陌營對不對 直播 直播 好 這是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大概那時候04年 那時候的規格 大家就是會讓一群公民 有點像在練習 大家就會做一排 然後就被規定要互相看到彼此 要被規定互相看到彼此 有沒有 那這次朝去澎湖博弈這樣辦 好你看到 大概都會能摸自行的遊戲 大概是 0204到12年那個時候 不過接上來就不一樣囉 開始在街頭 還比手勢 然後一群人 然後在馬路上寫黑板 這是青島工作 像路卡都在這邊 大家佔領在這邊 我現在的審議 議會裡面也是 我現在還有看到現場 有當時的主持人坐在這邊 被關在裡面 被迫來當主持人 好 這一招我覺得超感動 你這做夢有一輩子就是說 我們坐在井南路 兩千多人 然後晚上 在那邊討論福茂的議題 就是說這場運動當然有很多可以討論 甚至有人談說 為什麼這個審議 沒有辦法決定這個運動的決策 這都可以再討論 可是一場運動 從一群人聚在那邊 然後一群人在那邊睡覺 一群人在那邊聽演講 聽短講 到一群人一起在那邊討論 他們抗爭的議題 我其實從 就是老神黑民族 沒有想像過 在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從來沒有想像過 在台灣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後來到核四 其實去年發生很多 碎街頭的事情 不是只有 CSE嗎 反核 但我反而也是 而且我們還進步到搭帳篷 有沒有 帳篷 每一個帳篷前面還有白板 這是為什麼 因為要把每一個小組的討論 最後 那個大場的主持人 要透過這個白板做全體的solo 所以在街頭 不是只有 可以路過或抗爭 你也可以坐下來討論事情 這是我搞過最好笑的聲音 我們居然還要拿這個圖 然後來說 自己幾個帳篷在哪裡 然後幾號到幾號 主持人到哪一個帳篷去 其實我覺得台灣 真的開始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318之後 就是9月1號那時候 我就在瘋傳媒投稿啊 開始越來越多的 談審議民主 甚至開放政府公民參與 它到底變成大家都要遵守的 還是只是競選口號 那是不一樣的 那我剛才有另外講到一支是 憲政場跟外談 其實就是憲改的團體 你看到他們 好多工作喔 技術論述 其中有一場我最感動的是 多元的障礙者一起討論 裡面有 腦麻的朋友 有視障者 有聽障者 等等 大家一起在這邊討論 有手語老師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其實是打字緣 他在現場打 這其實是超級大看板 就大家看到關鍵字 這樣一群人討論 那一場我們共同在學習的是 你如何跟多元 然後彼此不一樣的人 在一個環境討論 那個的學習是 我們彼此之間 你如何仔細去聆聽慢下來 你如何仔細去聆聽慢下來 你有想過 當我們討論一件事情的時候 是本來有沒有這樣的環境 你有曾經想過在生活中嗎 那我必須先留一個伏筆 這個台灣推了十幾年 到去年我們才想到會做這件事情 那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下 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 好 你今天談題不會比公部門不認真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每一個公部門辦的世界 他會記錄在哪裡 他會記錄在哪裡 唸下來 甚至我們有Ginley Me的朋友 幫我們把做成類似逐字稿 然後背後其實是Google sheet 它是可以跑動畫跑 你看比如誰發言的文本都在這邊 那我接下來要講的是 其實我後來看到的還有一票人 不是叫玩審議民主或參與民主 他們叫駭客 然後叫開放政府 叫開源社群 叫Ginley Me 這一位聽說好像叫唐鳳 然後在我旁邊 他們很有趣 他們跟過去那一票做審議民主的不太一樣 好 今晚不是 來 自己罵 今晚不是 今晚不是 會議 被大家罵得要死對不對 沒關係 我還是進來搞你 然後到了媒媒會議 也被大家罵死 可是他們搞出來什麼 他們搞出了 中央政府機關的基本款 叫線上直播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當然都贊助他們做線上直播 可是不叫做做線上直播就是開放政府 以後我們要跟政府說 線上直播等於你開會被白開水是一樣的 或是會議資料是一樣的 但是至少他們搞得那麼辛苦 終於搞到一個 要開始線上直播 那後來唐鳳做一件事情更有趣 Me Taiwan 有聽過的舉手嗎 阿賀 德武可以排一堂家 Me Taiwan是什麼 Me Taiwan它是一個 網路線上討論 試著想要跟實體討論 串聯起來 那那個背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政府部門的一些議題 願意來合作 比如說未來你要創業的話 現在可能可以通過 新創的批手機公司是這個 然後如果未來你想要做 進程車司機 你又不想加入某大車隊 然後過去再開Uber 他可不可以合法 現在也要開始討論 那我覺得他們這一套年輕人就是 他沒有再怕說 阿賀打倒萬惡的國民黨 所以我不要碰國民黨碰的東西 也不是 他們也是跳坑跳下去 或者是這套系統 因為台灣的系統 其實社會民主黨也有在用 就是他們其實是開放的 但是你看到的是 他會去希望做出是影響決策 從一個線上直播到一個政策 但未來如果唐鳳 我所謂的殺手人 反正會比每次都是他在 主要在Uber9大家 當然還要再觀察 如果不是唐鳳他這樣跳下去Uber9 是回到中 比如說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或是政策會繼續打 會搞出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至少他存在過 而這一波趨勢 你看到的是連中央政府 國發會 他們也在玩提點子 中開獎 來監督找手掌 也想要試著大家 通過網路工具 可不可以有先期決策的提案權 或者是政府的政策上去講清楚 不過現在剛開始 有很多的狀況跟問題 他們現在也還在檢討 不過我看到的是大頂 這一波你看到我這樣的狀況 中央政府他還很妙還做了一件事 32個部會 各個部會有一個公開資料委員會 各個部會有一個公開資料委員會 那當然他現在運行得怎麼樣也才開了第一次會 我覺得大家都還可以持續的看 不過你可以看到這一波就是說 從以前政府委託那麼多審議民主的計畫 到318 民間團體做這些動作 也開始有審議的過程 然後你看到另外一票 他用另外一種參與方式 公部門也有一些不一樣 但那個不一樣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正都有 可是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公民老師 公民老師也開始培訓然後思考 我到底跟師生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這個上一個禮拜天 就是辦了一個工作幫 希望大家來討論 特別以公民老師為例 課當的議題 你接下來開課了 你到底要怎麼跟你的學生談課當 那我們就想說 好面對這樣子的衝突議題 你到底要幫下課本還是拿起課本 你該怎麼進行對話 我們想說來辦那個 結合神力民主的公眾行動培訓 誒不課這邊 來了近百個公民老師 這件事情真的是 讓我們 就是台灣你有看到他的不一樣 你有看到他的不一樣 所以剛才是那些照片 是回顧2002一直到現在 那為什麼我畫黃色的部分呢 黃色的部分 是因為今天的主題有親密參與 所以我特別的聊一下 這個過程中我看到的親密參與 總共會有三波 第一波我看到有投進的年輕人 巴黎有親年議會 台灣從2004就有親年國是會議 顏色我都有標在旁邊 我大家自己可以看 都有親年國是會議 好 其實換了名字 有沒有換湯匙換藥我不知道 可是有一部就是教育部 跟親股會都有 好 那現在是教育部有親 行政院底下還要一個親年過位團 好 這是在 這是在中央的部分 可是他們並沒有像 倒立法院這種提案權 他們有什麼 青年政策大聯盟 好 青年首長體驗營 一日一日 不是體驗營啊 一日一日 這是有我的 不要這樣 我覺得其實有錯還是好的 不可以照的態度 我要說的是 就是他們會有一日 follow手長的這樣的互動 但是其實大概整個概念就是 青年國是會一直一直到這邊 這大概是中央 那地方呢 其實是有法律的耶 2011兒少法通過了 這是NGO去推的 有什麼有兒少委員會 或者是有像台中叫做 怎麼青少年市政諮詢小組 有這一票 人 可是這票人 還是就是他們玩他們的 然後如果有提案成功 可能去講給市長推一下 大概是這樣 那市長可能會考慮要不要參財 那有些是跟兒少法有關 那他兒少法的法律 如果他們真的照聘照給啊 照聘照給啊 跟著走的話 其實是會有一個 相對於成人的兒少委員 或者是社會局 他們會需要去回應 或是教育局通常 那另外的各縣市 現在開始又有一個 青年事務委員會 桃園市還要發展一個青年發展局 可是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都沒有聽到 是跟巴黎市議會是要直接 就是說我覺得現在 談青年參與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隔開 來談青年參與 應該是說我在既有的 純濟純帶的政治現實裡面 我們的關係是什麼 為什麼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年輕人他有沒有辦法 是跟三四十歲五六十歲的人 一樣在一個桌子上 共同討論事情 共一起做決定 而不是說 然後你那一刻過年有沒有 大人吃一桌圍爐 小人吃一桌圍爐 然後要給紅包的時候 再來這邊 並不是這樣子的操作 我覺得其實當初 叫青年參這其實是有個美麗的誤會 青年參與這場 因為其實我知道是 周理師跟爸伯朋友說 這邊會有很多年齡產相對低 真的昨天那一場年齡層 大概五六十歲四年實現 那但是 結果整個主題 就變成青年參與 就是一個美麗的誤會 還蠻有趣的 不過這是 你會看到 從2012這個時間點開始 一直移續到現在的操作 可是我在 這個時間軸跟這個時間軸 分別看到兩批人 一票就是搞 這些開源技術公裁心宅宅 這些 對不起 駭客 這些 還有一票的人 其實我也在想 其實是有一票 在學校裡面的 異議性社團 還有一些 開始慢慢的 你說是被自由 異議性社團 滲透的 學生自治組織 或是 忘記那我要笑 你們是滲透 別人還是被滲透 所以就是說 或者是 開始 那個學生自治系統 開始覺醒的 我覺得有趣的是 這些年輕人 該怎麼辦 而去何從 該怎麼辦 何去何從 我今天不方便講 但是如果要談青年參與 我們就想一件事情 也百合後 那一票也百合旋律的人 多久進入到政黨 而318一系列 懸映之後 多少人又快速的 被民進黨吸納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並不是說好不好 而是你可以觀察 那個速度跟趨勢做對比 我要講的是說 年輕人其實在 不是說創業有沒有好的 友善青年創意空間 包括從事政治工作 社會運動 你在既有的民間團結 你在既有的政府 你是什麼樣 或是政黨 你是以什麼樣的姿態被找去 什麼樣的關係被找去 我覺得這是要被討論 並不是我們觀察一群男青年參政 或青年參與 而是reality在那邊 政治的政黨 政府 組織 我們是什麼樣的關係 好 那回來 審議民主 參與民主 公民參與 參與心理散 公民 咖啡館 都是2014之後 大家可以排的 但一個一個 我就不細節去整 那這幾個是大家看得到的 新北 台北 台中 跳出來跟你說 我們有在做參與心理散 然後 台南跟你說 我們要做開放政府 但是他就像剛才 唐鳳一樣也碰到的 他就是不進議會 但是我要玩開放政府 就是 你會看到有這些人的進行 但是因為我時間還剩多少 我就不細講了 但是我目前飆上來 除了台南之外 這些文化部 國發會 都有參與市預算的委託計畫 跟標案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查 這都是網路上查得到的 可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我想先聊聊台北跟嘉義 台北一直被當成是一個料點 那我覺得這個也要揭露 我現在是有算90幾個被 林選進去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的委員 那其實昨天開會我很挫折 那為什麼挫折 今天不能講故事 大家可以上去看黑Pay 只要是我有去參與的 我們都有做一件事情 就像GTB他們會做的是 我們都會開黑Pay 都會公開 那要看的人都可以上去看 那現在台北市政府是 沒有開 沒有出錢做紀錄 是我們現在自己的委員拿出行費 我其實有在想說 是不是有一天要去Fly in募資 可憐是政府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的紀錄 需要透過募款來做 那這件事情 對 就是可憐有一天可以想這件事情 那但是呢 我想要說的是 上面政府都會有一個領頭羊 也是會有基層公務員 的確一開始基層公務員聽到 阿賀柯兵說要做參與 是遇上很緊張很緊張 但是呢 我們有一次辦一個工作坊 我們在公部門辦這個工作坊 叫田園城市差參與預算支 傷腦筋工作坊 這是我們工作坊的全名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真的很阿Q 什麼東西都要講參與是預算 田園城市一個可能 或許本來就存在操作 執行上政策問題的政策 他也要說阿賀要做參與是預算 所以我後面知道 再加一個傷腦筋工作坊 好 我們也是幫他開一個黑Pay 然後我們在培訓過程細節我就不講 也是跟他們說明 現在台中怎麼做參與是預算 等一下可以問志祺齁 所以我就不細講 新北 現在其實是他們做參與是預算 概念式的分類 大家可以回去看萬一則獎的 不過比較細膚的操作是 新北有各局處在做 勞工局是做生上基金 他選擇三峽北大附近 所以他整個案子包給北大 委託給北大做 以三峽那個區域3000戶左右的 障礙者家庭為單位 然後他大概的可能是 先請一些團體或個人提案 那把這些提案做成光碟片等等 送到這些家戶 然後可能實體或是網路 都會有一些討論的機會 大概會有三到五次實體的介面 最後透過網路投票 來討論生上基金有 障礙者他們可能有一筆生上基金 讓他的分配使用 就是這個部分 那北市都發局呢 這個就說來話長 因為政府最後一年 他很多計畫 就是像比如說節電政策 他拿出了30例 讓20例的先市去爭取怎麼用 那可能新北市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可能會有幾例 所以他們撥了1100萬出來 遠新北市的社群 來討論節電的妙計畫 那也是做參與式預算 不過我覺得在參與式預算 有一個很有趣的方式是 他是找社大來當執行單位 再透過社大去當節電做提案之外 我覺得除了這個問題 他很有趣的是 你不是參與了提案 然後提案之後叫政府去做 或者你想要自己做就沒事了 現在的狀況是 你提案完之後 你們裡面還可以有代表 再進入到新北市他們成立的節電委員會 當公民代表一起開會 討論整個新北市的節電政策 好 那我也要說 這套模型的操作 並不是因為那些人在想參與是預算 他們看到的是 包括一個程度是 大家都會講普爾的手牙 不普爾 熟爾 熟爾 熟爾跟普元城 因為我想到熟爾跟普元城裡面普爾 只是 他在操作剪掉一座核電廠的時候 他是很努力的讓公民團體 讓民間加入 所以新北市他的操作 後面的那一座也是 是這樣的原型 然後他結合了參與市預算 所以他也 他雖然看起來好像是單向政策 可是他試著跟他的這個政策整體 要推動的去做結合 這是在新北的督發局 那台中新北的玩法不一樣 北投可能大家都聽過 不過北投的扣錢不是由政府提供 是民間三十億拉出來 然後 台北的部分我等一下會再稍微細講 台中這邊有達人可以問他 至於最近大家會看到有一個國民黨議員 跟他以前的辦公室主任 就是現在的旅長 透過參與市預算的方式來做提案 不過我也很誠實 我有問老師他有去協助 他說他很誠實的說 他前階段是沒有審議的 可是就他的評估 在一些地方前階段要審議 而不透過領長是很困難的 所以其實他的操作是因為 達管理特殊的狀態是 他有很多很多的大廈 裡面有管委會 所以其實領長奔走在公委會之間 然後問問說 欸你這個你或是這一棟 大廈集合式住宅裡面 你沒有什麼提案 這樣收集起來 然後收集之後 他們也是找了萬鈺澤 還有一位吳建宗老師 他是研究中國溫靈 就是可能大國老師們覺得 不太OK的操作方式 找他們來當專家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而現在進入到下一個階段 是讓民眾來討論 簡單的報告討論之後 接下來有十天的投票 這是黨管理的做法 好 那你會發現其實都是百花齊榜 然後回到各自的脈絡 可是到底各自脈絡 該怎麼處理是需要思考的 這一區這些人是什麼人 這些人是台北市十二區區公所 經濟科的科長或承辦人 其實他們一開始都是不甘願的 他們未來明年有80%比例的業務 要處理參與式預算 但是我先講一下 他們很可憐 他們其實大部分是公務行政 不是一般行政考進去的 所以他們現在也是 本來一開始是投Money Show 可是我們帶了兩三次工作吧 這個姿勢大家知道嗎 然後他會比這個姿勢 就最後我們要拍照的時候 比這個姿勢 如果有回去查那個華爾街手勢 就是三腦筋的 Coreal Fire 接下來怎麼辦呢 我們最後用這一張照片做結尾 其實參與式預算 大家都還在想怎麼辦 可以解釋成熟嗎 參與式預算 好 這一張是什麼呢 這一張是 柯P正在講什麼 SOP 所以 SOP 有很多的步驟 然後 現在這一套 SOP 其實是有 我講一句實話 柯友 他應該要被批判的很多地方 可是他有一件事情 很有趣的是 他就可能可以公開的 他會公開 所以整個SOP 其實都有放在 這個開放台北的FB上面 讓大家download 他有關區跟市集 好 那他有 但其實你問我 那SOP 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然後我們就找 這些去公所的朋友來討論喔 拜託 去公所的朋友 比誰都孝實 明天團體的學校一起做啦 因為他們也會希望 要有幫手一起做 要跟食物結合 這是他們寫出來的 多數都同意 而且他們覺得需要在地陪伴 對在地脈絡了解的 這個NGO社區一起做 這是第一章 這個是權術同意 為什麼 因為呢 柯文一涵 他的很多局處首長 都會想要做政績嘛 所以他們本來被規定 今年年底 跟他們一樣辛苦 就要半年就要完成一個 行政區的參與式預算 然後他們想像半年結束之後 明年12區起發 這其實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尤其民政局他們 我覺得他們幾件事情啊 第一個是公在來之後 一萬七千棵的樹 讓他們很辛苦救災 然後接下來選務工作 其實在區公所 是一個很大的業務 所以他們是覺得 明年之後 他們大概一個區公所的經濟科 要撥一到兩個人 因為每一個區公所大小不一樣 要撥進來 他們會希望明年二月前 我們花半年做好 培訓好不好 那個培訓是民間 跟他們自己都要被培訓 他們希望花半年的時間 好好把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把各區的說明會辦好 好 這一張有畫押兒 內湖跟大安他們很有感 12區的內湖跟大安說 他們如果可以有半年的時間 他們希望每週 第一個月每週一次可以辦說明會 到每月到每兩個月一次 全區跨區 我要講的是說 公務員不是北安走 而是有些政策下去 不可以像開坦克車一樣 他必須是很細膩的 必須是很細膩的 這一張更有趣喔 也是全數同意 上個禮拜他們已經台中辦完了 所謂的說明會 他們想像的說明會 要有各方的團體跟大家來 最重要的是 這三點說明會要怎麼進行 第一個當然是要為大家 互相來討論理解 到底什麼是參與 什麼是參與市民辦 這兩點還特別畫起來 拜託參與市民辦 不能民政局跟去公署自己搞 要各局處一起 為什麼 我們需要各局處 在這個台北市過去跟現在 他們是寫三年啊 可是我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過去跟現在的市政計畫 到底是什麼 還有預算 第三個 他們會覺得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要 一區一區的慢慢來談 我們各別對於這個區域 到底未來要變成什麼樣 有沒有一些想法跟想像 也就是說他們覺得說明會 就要開始慢慢醞釀 那麼要辦人把說明會 一區一區的辦好 以及自己跟民間的培訓 一區來做 但有人天生下來就說 叮咚我就會做參與市預算的嗎 叮咚我就會主持婚姻的嗎 沒有啊怎麼可能 所以這是他們的想法 他們其實也會思考里長這個角色 其實我剛才講的ABC 其中有一派的選本是覺得 里長不能進場參與桃園 因為他們會有主導 可是在社區很優微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社區有里長 那這邊有什麼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幸運的或是不幸運的 兩邊同一派 那還有什麼 台灣很有趣 銀建署要有社區規劃師 文化部也要有社區規劃師 農債條例還有一個農債師 哇塞一個社區裡面 有這麼多的系統 有的會很厲害去搶資源 可是有的是不一樣的 那還有什麼 可能還有一些社大 可能還有社區在地組織 所以一個社區會有這麼多的系統 其實是他們都要去面對 到底他們應該是什麼樣的參與角色 可以一起審議嗎 可以提案嗎 可以投票嗎 好 這個公務員我們在玩大風吹 有沒有想過一群公務員在玩大風吹 喔他講了一句話我超感動 我覺得公務員還是可以期待的 他說隨經應變是重要的 工程醫學可以有SOP 但是涉及政治政策 不可能是照一套SOP走 身為一個公務員 公民參與不是我們不願意做呢 是要怎麼做才有意義 我要說一件事情 其實跨國企業企業 NGO政府行政機關政治人物 有好的也有擺爛的都有 行政機關裡面也是會有好的 也是會有擺爛的 那我要講的是說 台北不一樣的是 他有一個公民參與委員會 可是他很瞎的架構是 這一組專門做參與計算 這一組專門做開放資料 這一組很可愛的名字叫公民參政局 可是現在他被賦予的使命是 處理很多的SOP 然後各自斷念 可是你們大家有沒有聽到他們 關一個參與市預算 他前後的開放資料怎麼連結 在參與BP之前做了哪些事情 他其實是要一個系統性的思考 不過台北現在是被斷裂的 不過我們27號要跟 一開一個公事會 他可以為了有時候失言道歉 他可以為了警察抓記者道歉 他也可以為了台風 自來水域跟從道歉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為了公民參與說 他的話我前面好像也不太對 但這個是我們要跟他討論的 接下來是我要講一個案例 我不想特別講他是參與市預算 可是你可以聽一聽他是不是參與市預算 他是嘉義縣政府 他們會有一個金牌社區的選拔 他的第一屆操作 就像一堆補助案一樣 你來投案我會有專家領選 第一名可能150 第二名100 第三名50 然後呢 他的承接計畫團隊 我們就街頭上了 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出來 他被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要找好辦 不是找這邊 可是說 我要找好的提案跟合作對象 找好辦 第二個是請協力 他會覺得我的提案中間 可能還要需要怎麼樣的可行性 評論專業協力 第三個是重決定 也就是說到底誰可以 被分配到那個金額 誰可以決定 然後最後動起來怎麼做 講白一點啊 整套的遊戲規則就是他們討論 今天並不是一個說 我做了十年的審議民族 我來跟你說明整套遊戲規則 參與市預算要怎麼做 而是我跟你談大原則 我跟你介紹很多工具 可是自己的規則自己定 自己的規則自己定 包括 我覺得這個很感動 這是他們在前面 運用考論工作榜的時候提出來的 我只要講給大家聽 他要有協力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配例課程 跟誰可以決定 世界前怎麼分配 如何決定 如何透明公開 未來計畫成果呈現了之後 怎麼互相協助跟透明公開 這是我們的黑配 網路上都找得到 我要說一件事 過了台三線新竹以後 很多的社區參與者 不是在座各位 平均年齡50歲以上 真的啊 欸我那天很辛苦 一整天講 臭靈災的台語 就是說 大部分 其實是 你看到很多的社區 是要跟阿公阿嬤 或是叔叔伯伯互動 可是那一票他們很厲害 他們找到青年板 現在要回來開餐廳的廚師 小農 想要做行銷的 還有正宗大學 還有馬來西亞的喬生 最重要的是 還有不在心心怒 有沒有 就很多種 然後 也有我剛才講的 里長 社區總幹事 我跟妳講 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他們 有沒有看過這不是一條 那個橫河 不是什麼 我又是英文 不是 我們要讓阿公阿嬤們 跟年輕人互相對話 我們要讓他們互相對話 可是在裡面真的就有阿公阿 他聽完審議民主 他就說 老師我們這一組 超級有共識的 沒有共識 我就落我的環境志工 比人數 他就會同意了 阿公也很誠實的跟你說 社區就是比人頭 他就說 我沒有共識 我落一票環境志工出來說 他不會不敢講 他是覺得 在社區這樣就OK囉 但是我們現場就討論阿 每一次人頭落到最後會不會累 會累阿 那還有沒有別的做法 不過也有大概三四十歲的年輕人 會提到說 沒有我們現在的問題 不是怎麼審議 而是人從哪裡來 而是社區裡面的人從哪裡來 好 我要講快樂 大家他們不是咖啡館 他們怎麼會不是咖啡館 他們是在小組討論 然後我們對話有一票人形成 決議 我簡單講一下 在這個大風吹裡面 我看到的是有一個人 跳出來說 我不提案了 當他說我不提案的時候 我想說好 他已經不提案了 他說我要參與 可是為什麼我要參與 因為我想要協助其他的提案者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社區 他說嘉義 我覺得其實是台灣 整個社區營造 如果走到還是各自搶資源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他覺得已經走到緊繃了 然後所以他想說不然我自己先買 我不要提案 但是我去協助你的計畫 這是呢 就是 我覺得審議不是有時候 是要審議出共識 而是你在討論過程中 有些人的公共性或價值 當他來說出來 而且他站起來說這樣的話 就那個審議的力量 其實是在這裡 好 好 那我簡單講 他們覺得未來的提案要跨區 好 但是也不能跟其他人充分 然後我覺得再點綴有趣 他們說要鼓勵青年返鄉 可是不是要青年進來寫 Proposal跟作合的消息計畫書 而是你在這個提案的完成之後 年輕人有沒有辦法在社區 用比較現在會說的比較 business model 而是讓他可以自己在那邊 營生下去 如果說這個計畫 就像很多政府的委託計畫 或學術計畫一樣啊 Proposal兩個一年兩年 這個計畫沒了 Proposal又失業了 這同樣的概念 我們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 所以他們在講的是這樣子的概念 不是你說 因為我有那麼多個計畫 年輕人丟進來 就可以兩個一年兩年 不是這樣子 好 那其他我就不細講喔 包括他們覺得誰可以投票 他們不會完全排除政府 絕對不會也不會排除專業 甚至他們覺得 你來投票的人不可以只有投票 你可能要給他建議 是跟他說 你認為未來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要講這件事情是 阿公阿嬤每四五十歲跟年輕人 一起考慮出來的遊戲規則 那這些細節 這個slide都有我就不細說 可是有一點他們也提出來 要做這些預算的分配 阿 跨局處是不是能夠整合 其實是重要關鍵 他們也會覺得政府這一關 跨局處可不可以整合 是重要的關鍵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其實原本他們的處長 只是說 我的社照要省力不足 要四間咖啡館 然後我們就寫信跟他說 不是這樣子的 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從平安到怎麼樣 要慢慢來要思考 有趣的是自己的規則 在裡面可以做 他們預計十月要進行 大家的審議跟討論 然後來投票 那我看起來整個縣市政府 其實大家都還不知道該怎麼做 大家都還在思考 跟摸索的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現在都可以互相提醒 可是馬上就要說 他一定亂做或怎麼樣也很困難 其實團隊彼此之間都在互相影響 公部門影響民間 民間影響公部門 但是最後哪一邊會影響比較多 這的確還要觀察 其實我有時候會做得很灰心 這半年跟公部門 因為你有時候會不知道上面再海爽的 你們不會覺得台中市跟台北市 兩個市長在比賽開始 開記者會說我是第一 我是首席 我是最早辦參與市預算 最早辦彈簧一線 好嗎 可是我們是希望可以長期做的 有一個公務員當我說 其實現有公務體系 已經跟以前的大部分 影響的報復做事情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要對我們有信心 我們是公平不是政客 他是事務無關 只要大環境當然多數有力成對的事情 相信大家都會努力去往前 我最後講很快喔 投票自由 投票自己救 這是香港 大家都看到 戰禮 雨傘運動 可是我覺得大家可能不知道 戰群也是學聯的 他們care的是商討 是議題的共同設定 台灣有一群搞的學者 他也是搞的學者 他叫Fanny 他們的戰中三子 平均年齡大概四五五十歲 跟我們的學英三子年齡有定的落差 雖然我們學英三子有一個人 但他差不多大 但是 他很有趣 他是在週三子裡面 把D-Day神映民主放進去了 結果他現在 你知道他很可憐 他是也要來站街頭 這其實他不會的事情 可是他是整個都買入 所以我這條線要帶入的是 你在香港看到的是 D-Day神映民主 他們跟社會運動 有很緊密的人結 其實在佔領運動之前就有了 然後 在 他們佔領 他們其實有一度叫戰中 後來叫雨傘運動 這中間背後的 運動內部的政治 今天就有辦法說 可是你看的是 他們找障礙者 他們到 神水裡鋪 如果有跟香港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其實是他們的 弱勢很精神的地方 欸這超屌的欸 他到民主黨去跟這些政治人物說 欸你們不要再這樣了 你們要來商討 沒有看過台灣高水 英明主的學者 到民進黨的尾牙上面說 不要再玩這種的 要來商討 他其實是一個很天真 又好笑的學者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做這種事 這個更屌 台灣永遠都是手語老師很小一格 你根本看不清楚他在比什麼 他們是手語老師那麼大 然後這是一群聽障者朋友 其實我是去香港2013 看到他們搞這個 我在想說 我們做事情 從來沒有想到說 為什麼我們的討論 永遠沒有障礙者跟身障者 他們也去大學裡面找 欸有人會講廣東話嗎 這超屌的 就是師奶大功 經過戰中 意思就是他們 年婦女幫沈蔭討論完之後 他們就是要霸市 什麼叫霸市 不去在市場買了菜 報公 激進行動 我要講的是 你最後看到他的線上投票 有79萬 將近80萬 還有境外投票在多倫多 就前面他們經歷了一年的D-Day 你看到那麼多的投票站 將你怎麼投票 在那個 這是菜市場門口 這是東話王 Lester跟Alice 他們變成學聯將 大家看得到之前 是在地板上擺大身攻的 學運呢 領袖沒有那麼好做 然後在這邊 去找人家來連署 人家看APA 台灣投票我都很感動 我其實照香港投票看到很感動的 意思 這個投票是沒有他們正理居學運的 可是多少人排隊在投票 有多麼渴望自己的特首 可以自己選 這是城市大學看不到鏡頭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我要講的是 當我們看到人家香港 那麼多人站出來 不用海大 或是坐這麼多線上投票 台灣線上連署通常都不給不到 七八十萬 他們前面省了多少 這我們沒有看到 但是運動之後 他們現在在搞什麼 我們可以對照一下 不過我要先講一個前提 那邊的政治耐落文號不一樣 不一定可以直接比 可是他們一群社區公運動者跟年輕人 就是學聯老鬼啦 就是退下來的 開始在一層一層的社區民聽 要形成區內共識 他們十八個行政區 希望至少有十層五個行政區的共識 最後有一個林堅勝剛 希望最後透過雙舉 可能是他們這次代言或者不是 但是他們是一整個在運動過程中 其實三一八完之後 我們有些人都被找去拍紀錄片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有說 見難過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在街頭搞什麼 可是我不確定我有沒有辦法 讓運動核心的決策呢 真正理解到外頭人的審議在幹嘛 那個審議是什麼 同樣的這其實不是只有在一座團體 都不能有事 那我最後要說 我其實care的不是參與市預算 公民會議 世界康菲館 給你問任何一種審議優勢 其實體制內的聽證公聽還評 文字會的審議都是 應該要好好審議的地方 我care的是參與市預算 不能只有他們啊 參與市預算都會有公民 要有反叛者 要有組織者 同樣的 我在看的也不是一個參與的模式 而是整個system 也分 Active的system 這些行動者之間 在議題分策之間的關係 所以對我來說 我不會死說我想要做參與市預算 或是特定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是在台灣 我們可以公共辯論跟討論的 我也不確定哪一種路徑好 在巴黎有本錢談參與市預算 或一個特定模式 可是它可以整合所有的東西 可是在台灣很奇怪 永遠談一個操作模式或工具 它就是會被形式化 那我們是不是要趕過來思考 到底公民參與真正的意義做什麼 我們做這些事情的目的 而就像剛才我忘記是哪一位說的 我們不同的議題環節 我們有多元的參與工具 我覺得這其實是回過頭要思考的 然後時間到了 對不起 剛好教我學問一個 要提醒人時間 我絕對不能拿來一個公民參加 一定要過去開一下檢查 謝謝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熱烈的掌聲請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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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主持人告訴我說 我們可以演辦一個小時 所以我馬上演辦一個小時 好 好 那在進入K&A時間的時候 因為其實剛剛有人在線上 就是在Hackpad參與的時候 有口稿問了一個非常 就是威士忌張文智 他問了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問題 他想要問Synoma的教授 所以我們就是先從他的問題開始 然後之後就大家提醒我問題 那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所以 一個人在網站 想問問Synoma 如果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或者哪個遊戲 Wrong? カード Abgeordnys Which one is more likely Between people who volunteer to join versus a fair sample of the population or other populations capable I think that books has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the advantage of resting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s that you can change a world without active citizens and active citizens are not obligated to use it but this is fundamental because there are huge obstacles to change the world to make it better so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channel but very often the problem is that those who are marginalised to the outsiders, those who have less education, who have less money, who have less time don't participate as the others in serious conditions, it's also good to have a representative sector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have more diverse voices in addition on very controversial issues on which a certain consensus has to be reached it's also better to have a smaller group that can discuss in very good conditions the deliberations that was explained previously and try to reach a consensus among a smaller group which is a kind of the republic, a kind of microcosm of the people so it depends on the questions and the moments and I think that those are the bilingual ones and those have to be considered Snapchat Bap教授提到自願的公民跟為公眾 这兩個之間其實是各有優勢的點 必須要依照處理的議題 或者是問題發生的時空背景來做選擇 因為比如說我們都知道某些自願的功能 他們這些少數的這些比較積極的 有行動力的功能是可以跨越障礙 然後是可以改變整個社會的 不至於世界的 所以能夠自願的話 當然是一股非常非常大的動力 可是在一些比較具有爭議性的議題 或者說像我們知道 某些弱勢的族群 他們其實沒有時間 或者沒有足夠的教育程度 去了解一些議題 或者是他們沒有金錢等等 這些弱勢就常常會被排除在這種自願的群體之外 所以在這些比較具爭議性 然後必須要達到某種共識的議題上面 就需要使用這種微公眾 這種篩選或的這種代表心 所有的代表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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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什麼問題就直接說吧 請 好 谢谢 那我 我问你 我问你对多人 但是我现在讲的话 那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 老师刚刚就在讲 就在讲说 其实有一些国外的 就是国际组织 跟那个跨国企业的力量 会去压迫到说 你这个政府要做出什么的绝 要做出什么的决策 那我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国际上的状况 会不会有一些串联 想办法去让这些组织 能够更公开透明一点 就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就是他们如果有的话 请问他们的策略什么 现在到大概做到什么的地步 那我 我还想请教说 他说巴黎是有那个什么讲 有那个青年 有那个青年议会 那因为台湾是因为政党的 他们的青年议会 我想问一下他们的青年议会 就是说甚至 连他们在那个什么讲 市长 巴黎市长选举的时候 会不会被那个政党影响 诸如此类的很严重 因为我们台湾的情况是 彼此之间政治力政党力的影响非常严重 那这样子他就是我会比较怀疑说 如果在政治力就是强烈的情况之下 如何能够保持他的这个团体的中的重力 OK OK OK好 那这个问题都不用了 那请问一下 因为刚刚讲到比较多的都是那个地区性的 地区性的参与是预算 审议民主 那我在想说 我在想说请问就是说 这个层级能不能有没有办法拉到国家层级 中央政府哪些东西可以放给你们 让你们去做参与事预算 那不怎么讲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好谢谢 一是你所说的 有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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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国际的国际 有关键有关键有关键 或任何其他方式的东西 要是能复权的东西 和大继续的东西 有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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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关键的方式 可以让他们更加权装 or to do more accountability to those global entities or are we left with the main project as the first question? I think that basically there are two strategies The first one is to make global governance more impactful to improve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itize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usiness making this has been partly done on the world summit on climate and the next one will be in Paris it's the nearly the on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hat the society can really participate but still without a power from tangible to the one of global actors such as the biggest problem now the world bank and so on this is the first strategy the second one is to protest it was the last troll explained in the previous presentation to pressure to make pressure to make the votes of the people heard by those who have the power who really have the power who remain having the power that will be allowed to equilibrate at least part of the demand and we've got a lot of examples of this the soft flows change of regulation at international level for workers in the thousand countr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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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both the protest and the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are two strategies in order to try to make these governments more democratic but if it passes very large it's a kind of future you can go in this direction now but you will have to make a long travel to realize this kind of dream 評論 一下 他 derf 在迫使国際性侵編和跨國的機構更透明化 或者說更民主化的過程當中 主要就有兩種策略 兩種契約 雙管齊下的 第一个是说直接进入决策的核心 让全球治理的机制这个网络 纳入比如说NGO 比如说更多公民团体的声音 让一般民众的声音 可以进入到决策的核心参与 像这一类的策略的成功的安逸 包括全球气候高峰会 即将主办在巴黎2016年 然后就有许多的NGO会参与 能够提出他们的意见 不过不可会言的就是 目前参与的程度还有 即便是参与了之后 他们的决策权利 还是相对于这些大国的政府 或者是跨国的机构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不过这是一个初步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方法 第二个策略就是 进行所谓的监督监视 比如说利用各种的抗争行动 公民不服从啊 或者是其他的抗争方式 然后来包围权力 包围这个决策核心 让他们不能胡作非为 然后让他们硬是要听到 这个公民的声音 那等于说他们在这种被包围 虽是处于压力之下的状况 他们被迫的必须要听进去 被迫的必须要纳入考量 然后将他们的决策 做出对一般大众比较有利的方式 那这样的意思也很多 比如说在南半球 有许多的这个 Soft-Hill软性的这个法律 或者是规范的制定 其实是透过不断的抗争 公民不服从等等 然后才迫使当权者 做出有利于大众的决策 那大概是这两种方式 可是就是不得不说 这一条就是民主化的路 还非常的长 然后也需要大家的参与 这样的愿景才有可能 比如说全球性的民主化 才有可能达成 就是又要占领又要生存 占领不能不占领 然后生存不能不生存 但是我是制度的 这一場问题 又一个很快的问题 是这个 设计划司机设计的 是不同的 不是在港区领举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specific的 所以设计划权的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 设计划 那么有点 也设计划 它们都没有 因为 他们与 社会主持续 很多 事情 有一個參與參與的, 開始在大學的項目, 從城市的項目, 從城市的項目, 從國際的項目, 由於典型民計畫的參與參與主義社會的參與。 這是個很著名的例子, 但這不是參與參與法華麗的項目, 而我沒有參與國際的項目。 截至目前為止 就觀察各國的狀況 還沒有真正看到有在國家層級 全國層級的這種參與式預算的計畫出現 不過在發明了參與式預算概念的國家巴西 就某些社會議題 他們有一個由下而上的整個參與式民主的機制存在 必須要強調是社會議題 他們會從這基層的社區到城市、城鎮 然後再來到省 最後是國家層級 這樣等於說是一個資訊提供的一個機制 但是背後目前沒有就是無知配合的預算 請去寫的先不好意思 就是巴黎在推動青年議會的時候 因為青年他的年齡就是先住大概15歲到30歲 那我想請問是否就是巴黎市政府在推這個的過程 有沒有就是讓可能其他年齡層的聲音大陸之中 因為如果只有這個年齡想像 他所出來的聲音可能會有限 就是說不定他也沒有什麼中年議會或老年議會 對 對 對 好 來 還是會先把你們說話說 不好意思 剛剛有聽到就是參與式預算那邊 他們有說三百位公園去神古新愛店的規則 那跟三百位公園的那個神可行性的那個 他要討論一下 對 你行性的第一遇到大方向 我們有彗星燈 在公園的提案的時候 那些大方向的彗星燈 你會先跟他們講一下 他們可能會配了哪些 這個就是我可行性會有哪些 然後你按提進來之後 我們會審問 是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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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the ad hoc 也就是了丁预选的 再来有的竹调 那有的竹调 也不是表示 但是 但是 当一个第二步的 工程的工程 不是做法 它是 向盘的工程 也就是了 在平台上 所有人 在那些设计 我們首先回答就是關於可行性跟成本評估的這些準則 那是事先會先說明清楚讓提案人知道的 其實這些準則也很簡單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成本的這些提案必須要是建設性的 必須要是投資性的 而不是市府經常的運作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是說這些提案必須要是在市府層級的執掌之內 然後是市府團隊這個公務人員可以完成協助這個完成或者說鼓勵完成的部分 那最後一個條件是說提出來的這個計畫必須要符合公共利益而不是個別團體的 那這是部分就是第一群的這個條件 那第二個部分的條件就是比較技術性的條件 就是可行性技術上可行的條件 那這個部分因為跟個別的計畫有比較直接的關係 所以就比較不容易在這邊個別的說明 不過可以確定的就是說 這個如果說是因為技術上的關係 某個提案被否決的話 那也一定會有完整的報告 然後說你不告訴提案的人說 為什麼技術上沒有辦法執行這樣的提案 那關卡有個 這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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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因為我可以先回答說他們9歲到10歲左右 在每一個區有另外一個兒童 對 對 那這個名字 就是有那個法蘭西的同學生 那那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有側權的 所以我可以去問更老的那個名字 對 對 有些人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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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有些人說的 在封門口 他們差不多 在封門口 有 percent 有些人說的 不會 還有 都是 在找封門口 雙方 但是他们也不介意, 但是他们是越多了 有些人的关系 是例子的 例子上的创造 这是一个创造的创造 在洛杉磯 不不不在洛杉磯 但是在洛杉磯 而是在洛杉磯 有个创造的创造 是有意义的提供 的提供 很 места 提案冒難看 And the access to an 以免 也要隔離 是 好吧 highly 我替 GRE immigrants 有什麼 also 有更多的委員會關於民主教育的質疑 而更多的委員會讓他們取得更多的資訊 如果說以年齡層來劃分的話 確實在巴黎也曾經進行不同年齡層的遇會試驗 剛才唐峰也提到有更少的小朋友走到12歲的議會 不過這個議會的功能比較是在教育下一代 對於民主的運作、公民參與的運作的教育層面 另外提到他們也有所謂針對聯想者的議會參與的機制 他們把它稱為叫做長者議會或是智者議會 但是老實說這個機制它的效果並不是非常的顯著 他們並沒有從中得到非常有應用的一些方案 那倒是有另外一個實際運作也蠻順利的就是所謂的 就是以身心障礙者的參與議會 那麼這樣的一個參與的機制 主要就是為了要改善巴黎的公共空間 讓它成為無障礙空間 那這個委員會這個議會是有實際在運作 然後也提出許多真的很實際的意見 那這個奧克蘭先生他也說 承認就是巴黎在這方面 就是無障礙空間的設置這方面是相對落後的 有很多努力要去做 既然這個神議士民主跟參與士的預算 它是一種程序也是一種工具 那既然是屬於工具的話 就有可能產生用得好或者是濫用的情況 那如果用得好的話 有沒有可能 我只會舉個例子 就是比方說 如果你今天把街頭的遊民組織起來 你本來就是有一筆設股預算 想要去幫助遊民 但是沒有預設一場做你要怎麼用 然後讓遊民透過審議士民主的方式去運作 或者是討論怎麼幫他們 有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 就是對那種極端的弱勢的族群 把這個審議士民主變成 或是參與士就叫做 變成一個社會福利的工具的運作過程 那樣子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濫用的情況的話 有沒有存在過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比方說 就是假設有政治人物或政治團體 他的訴求被公投否決 然後他想要透過這種方式來翻牌 或者說有黑幫他可能自己去 他有這種工程利益的關係等等 但是他想要透過這種方式進去謀求 他的某些的利益這樣子 那有沒有任何的防堵機制 那食物上運作的情況是如何 謝謝 謝謝 達én 很 caught 音频道 你提到人物的兴障礁 但是,有些人,亭人的兴障礁 你也知道的是,有些人 也知道是,有些人的兴障礁 也知道,有些人 是人们的兴障礁 是一开始的 第二个问题 是,有些人的兴障礁 有些人的兴障礁 还有有些人的兴障礁 自然是兴障礁 有些人的兴障礁 使用这种方式的方式 能够用这种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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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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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也會提供aut la貢獾的問題 讓我們再問了 我們有各種組織的合作主研究明 有關操集團的通知 社群組織的衣服 所以是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產生消息 我們會有很多消息的消息 因此,我們會有很多消息的消息 我們會有很多消息的消息 我們會說出國會發生的消息 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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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面的外面是一位秘密的秘密的秘密 而我认为这些秘密的秘密 但互相同的公共产党的公共产党 他真的決定要關注這件事 並且能夠幫助這些人的幫助 第二點 先回答第一個部分 就是針對弱勢的社會變化 這個部分 巴黎市政府在向新的團隊商用之後 將這個社會電源化這個議題 社會弱勢這個議題 列為優先處理的重點 那所以呢 他們的這個進行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並不是說直接去找那些弱勢 但是他們會去找這個 平常協助這些弱勢的一些民間團體 或者是社工社會工作者 然後由他們來提供就是資訊 讓這個市府團隊可以理解 這個這些弱勢的需求是什麼 他們真正的困難在哪裡 然後必須為他們解決的難處是什麼 那麼因為確實就像您說的 就是錢其實不是問題 然後他已經 因為他是優先重點處理的一個 有一個事項 工作事項 所以有 預算已經被撥下來 那重要的是接下來這些預算 怎麼樣運用 怎麼樣分配到這些弱勢的手中 所以他們選擇的方式是 密切的跟民間團體 還有社會工作者 跟社工進行合作 然後理解這些弱勢的需求 對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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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們的閉會 也要做了一些公司的公司和公司的公司 那些公司的公司是在建设的公司 提供了一些公司的公司 提供了一些公司的公司 例如,在巴黎上的公司 在巴黎上的公司 国家和其阶事业组合如有葬某 有关公司的公司 有其优优独立的公司 有关公司的人 有关公司的公司 支持者去年代表 香港的公司 反正是否说一个公司 当年设计,一代表 会上开花市 成为公司 而是用在监管里的房子,以免的方向。 是可以讀出一些投入的投入,是非常特别的。 是一个公共的投入,是一个公共的投入。 我们不谈设计划的投入公共和公司的投入。 我们在设计划的投入。 有些特别的利益团体 然後將他們的企劃提出來 然後將原本是公共財的預算 即便是參與式的預算 其實也是公共的預算 變成是完成他們個別的這樣的事情 當然在民間社會一定會有一些 特別提他們的組織比較好 比如說騎腳踏車的兩輪的使用者的協會 在巴黎他們就組織起來 然後運作的動員非常的順利 所以他們也常常可以說服其他的民眾 就是說支持他們的提案等等 不過就是一旦一個計劃它通過之後 那因為它是基本上它是所謂的投資性的建設性的計畫 所以呢 後面的整個實踐整個的去執行這個計畫 還是由公務員去執行的 所以這些預算還是由公務人員 還是由市場的團隊去執行去花費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 就是說這些預算變成是 公共財被套空變成私人 被供契私用這樣的情形發生 不過他們也還是會就是自身旁去的意願這樣 先行發生 好 那我想 想要最後問一下有沒有人非得要問的問題 因為我們時間上關於我們必須要先做一個結束這樣 非得要問 不要重複好不好 已經問過就不要再問 那等一下試一下你們可以再提位 謝謝 我問你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我剛有看到 鮑里的公民廣場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 公民廣場如果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會有引申一些費用的問題 然後他說水電費 或是議題的回修 會有日後的管理委戶的問題 這些費用是由私人自己捐的 還是政府也變一筆預算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巴黎的青年議會 這個他成立的背景 有沒有法源依據 然後這個青年的議員有沒有薪水 有沒有預算權 如果沒有預算權的話 就等於他也是橡皮圖章 一個傳生孔而已 那其實也沒有辦法 真的落實到青年參政的問題 那如果真的是 人為橡皮圖章的話 有沒有一個機制或體制 就是真的可以保障年輕人的身 甚至可以 台灣這個 建型的政治體制 有沒有辦法向法國幫你 有這樣的青年議會來成立 謝謝 你對於台灣的那個問題 都指定要誰回應嗎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 會不會辦法回應台灣的東西 好 就可以就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我答應 好 我答應 本不… 商量的挑战 先收納在证券 就是要提到的地方, 要提供一些地方, 在公司的地方, 大家可以聘到的地方, 每個地方都要提出, 是在公司的地方, 在公司的地方, 在公司的地方, 也要聘到公司的地方, 在公司的地方, 如果是一位秀, 或是一位秀, 或是一位秀, 如果用的駕駛,你会参与一个所在用的駕駛 就是用的駕駛是一个所在建筑的对于民主人的工程 利用駕駛的工作是筹駛的相产的 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我们有多争的缺乱 现在有一点儿的地均在做工程度 如果有些民主的招責,有很重的,它不需要有的,所以它可以收入,它可以收開, mummyม蘇它有建議, 對付…所以,有些人可以作弊動作,但有十分的而言之,它可以在設計, 第二個答案,其實不一樣的文件不,並不需要有這組合組的森林大能這麼做 也不是 不停 在橋下 我们有一支 理解的 所以 是 的 后来 期待 对 以 那 能优雷 在 不 一 能 创与 不 要 不 或許多委員会提供上的委員会提供的重点 有所连取的投入政府,我以为他们应付大量的关于 特别的解释拿我们三个人,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入关上的建设基本上是从工作部门的设断 但是奧特蘭先生提到其實這個運作的費用並不是特別高 水電還有Wi-Fi 除此之外就是當初的設置等費用 所以對市場上的預算的提搏 第二個部分關於青年議會的運作 這些抽籤被選出來的議會成員 他們沒有任何財務上的補助或金貼等等 另外他們所能做的就是像剛才說的 提出意見書 但是他們並不能決定預算 或者提過一部分的預算給助某個協會 或者聘請某件事情這樣 但是意見書的分量非常的重要 因為直到目前為止可以說 青年議會所提出的每個月一個意見書幾乎都被採納了 所以如果說青年議會認為有非常重要的投資建設必須要進行的話 他可以一樣用意見書去提出來 相信這個市議會也非常地重視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活動要再次變先暫時告一段落後 最後我想 今天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三位的獎者 幫我們把兩位搬贏 那我們再次感謝他們 其實大家可以往外看外面都是黑的 也就是我們看到說比如我們身處哲學星球這個所在地 這個中區的這個社區 它是一個沒落的一個老化的社區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樣的一個區域裡面 我們其實就是像我們今天有這樣的這麼多的一群人 你還是願意在這裡來參與這個活動 參與這個論壇 那我們 我相信說我們透過這樣子每個禮拜 這樣子我們可能在這條街鋪裡面 可能現在只有我們這裡燈是亮著的 可是我相信之後 我們透過我們這樣子 我們集體的 然後透過我們不斷的在溝通討論的過程 我相信我們在這個社區 我們在討論一些議題裡面 會帶來不一樣的效果 然後在未來我們就可以看到 越來越亮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參與去運算 你的體案 好 那你要不要去門口發放你的人選 然後這樣可以攔解 你帶來參與我們公司的這個 感到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先到這邊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